来看看新闻榜 盗望在那接受治疗的 十岁女孩苏子轩 苏子轩全家 在内蒙郑兰齐上都镇打工 年仅十岁的她 患有先天性心脏病 但一直没有机会得到治疗 即便是韩红在内蒙一诊时 也没有机会和苏子轩相遇 不过即便如此 韩红爱心团队中的成员 还是将小子轩带到了北京 在韩红的协调下 空军总医院将免费 为小子轩展开治疗 郑兰齐在这儿 那我们去逗教啊 把这玩具给我拿来 来 你看 谢谢阿姨 送给你的 那边在书院是吧 好 那咱们就这样 来伙伴 客气啊 因为你在内蒙的时候 阿姨没看到你 好 没看到你 所以呢 今天这么来看看你 好 你也不用担心什么 费用都我们 谢谢 谢谢 他们保证 我们得保证 好了 孩子 好好养病 加油 好 来 握手 对 加油 看望完了小子轩 韩红就来到了骨科的923病房 在那里还有一位小病童 对韩红的大乃巧手以盼 这位六岁的小女孩叫姆西叶乐 是个可爱的蒙古族姑娘 但却不幸患有先天性邪境 好在来到北京治疗后 小姑娘已经顺利接受了手术 康复指日可待 我跟孩子说话 手术非常顺利啊 这个你还刚好 韩长长也来了 小姑娘还记不记得我呀 还记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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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啊 孩子不说话 虽然手术过后的叶乐 还不能正常地说话 但已经恢复意识的她 状态看起来相当不错 在得知手术成功的消息后 韩红十分惊喜 她对着躺在冰床上的 母系叶乐和她的父母 承诺 等叶乐康复了 一定带她去看天安门 这次出来就当旅游了 说就行了啊 孩子 不紧张啊 手术已经做完了 很成功 好不好 好题了啊 然后呢 阿姨答应你们啊 等手术好了 准备回家的时候 在这之前 阿姨带你们去天安门 看一看 拍点照片 再回家 好不好 这次出来 就当旅游了 好 好吗 乖孩子 好 加油 加油 来 好奇了 真棒 好奇了 真好 我们集体这几个孩子 十六个病人一块 我们带着他们去 看一看天安门 谢谢 给她拍点照片 看看天安门 好 加油 加油 与了星天地梦祥云综合报道